子凌开麦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可能工作到一段年纪之后 我们开始会非常的担心 就是呢 好像会有那种中年工作的危机 会不会呢 就此停在这里 甚至是更惨的就是呢 可能会没有工作 可是呢 对于中年的人来讲 可能许多家庭的负担 或者是一些人生的一些计划 他就是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角色 经济的一个主要负责要提供的人 所以呢 工作收入 这个对中年来讲是非常重要 但如果说呢 有一天老板跟你讲说 你只剩下60天可以努力 如果你的业绩还没有起色 你自己就是知道要干嘛了 这样子 那个恐惧真的是蛮严重的 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就是来邀请到 他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那现在呢 已经走过来了 已经超过这个60天 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们就请这个Vito呢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 现在就先请Vito 蒋中信呢 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 嗨 梓林好 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倒数60天职场生存日记的作者Vito 蒋中信 是 那Vito呢 今天就接受我们的邀请 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个60天其实已经过去很久 后来你自己有另外的一些发展了 像现在我们就看到你出版的书 那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被60天 然后老板这样子威胁的状况 而且我还记得那是在去年的4月30号吧 4月30号是工作日嘛 那天的下午啊 突然间老板把我抓到会议室里面 然后呢就告诉我说 哎Vito 这个公司这两个月业绩真的很差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 他就正式的告诉我公司面临的困难 那同时他也很明确的告诉我 他可能只有60天的时间 让我去做最后的努力 如果公司的业绩没有提升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让我在那边继续工作下去了 OK 所以我在4月30号收到了通知 那那天晚上啊 我整个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 因为对于一个这样中年的男人来说啊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措手不及的一个打击 坦白说我没什么信心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所以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可是 我还记得隔天刚刚好是5月1号 五一劳动节 五一劳动节很有趣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身为劳工会放假 对吧 可是小朋友没有放假 然后呢 所以那天早上呢 我就有一个任务 因为我老婆 我老婆她是老师啊 她也没有放假 所以就变成说 平常是她接送小朋友的 那天我就跟人家去接小孩子 我还记得那天 半天而已 我中午就要到学校接我儿子下课 我儿子是国小的学生 那我那时候还是在想这件事啊 那我在那边就看着小朋友下课的时候 看着蓝色的天空 每天天气蛮好的 那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 我觉得说遇到这件事情 我得找些事情支持自己面对 那我就想说 突然有个灵感说 哎来写来写文章吧 来写文章吧 然后于是我就在校门口 打了电话给我一个好朋友 跟他说 嘿我遇到了这件事情 当然是找他诉苦了 然后也没把我也听他 也跟他说 我想在网络上开始写文章 你觉得呢 因为他自己有开立一个粉丝团 那经营的还不错 那我觉得 因为我没做过这件事 我就想请教他 那没想到他一听就跟我说 好啊 我们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从五月一号 才开始开了一个粉丝团 开始写我的日记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哦 那你有尝试在那六十天 就是也业绩上面可以挣扎一下 然后就还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吗 当然要啊 因为对我来讲 我的目标很明确 老板给了我两个目标 因为他六十天是两个月嘛 他分别给了我第一个月 跟第二个月的业绩的新的目标 OK 那时候的我认为 那个目标是有机会达到的 因为我的老板是个很敦厚仁慈的人 他给了我的目标 我认为是合理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我真的就是 把它当做一个要全力以赴的目标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过 所以在那两个月 在这六十天里面 我真的是拼了命的 带着部门的同仁 想要完成这个目标 而坦白说 第一个月我有达到目标哦 所以当我第一个月达到目标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很振奋的 我还在日记里面跟大家分享说 我已经过了第一关了 那再来就是我要朝第二关努力 所以我是想要完成那个目标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真的离开 结果后来有离开吗 结果后来在第三十四天吧 我们记住的时候 当我还心心满满的 正在继续努力冲的时候 老板突然有一天晚上 又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说 Vito不好意思 我还是决定要让你离开 所以那前面这样子的努力 不会让人家觉得很 对啊 给了一个希望目标达到 然后结果一样这样 有错恶吗 坦白说我是错恶的 可是我没有多想这件事 因为可能我的个性吧 我从小就是一个 比较天真乐观的小孩 其实我在书里都有想到 我没有什么阴谋论的人 那当然我是事后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嘿你被骗了之类的 但是坦白说我从来不觉得我被骗 我只觉得那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对我来讲很珍贵 但是当我接到那个通知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点错恶的 是 好Vito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你的这个经历 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 然后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像我其实有跟一些朋友有交流过 他可能是老板 他有可能是工作人员 好他们其实公司遇到这样疫情的一个冲击 有时候那是真的蛮无奈的 老板就像就算他想撑 有时候他也真的是无力回天 对好那另外还有一种 他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的转变 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 那他是银行金融的工作者 那其实呢我认识他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跟他深谈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概有一些事情在做 这样没有跟他深谈的时候 不知道其实他每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那种心情的压力 跟他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那种压力是什么 就是他也跟你一样 大概知道自己呢 两三个月后就没有工作了 因为呢现在银行不是都要变成无人银行吗 对不对 对的没有错 对然后呢他帮公司打造了无人银行 可以让一般的民众 在无人服务的状况下 用机器去完成他们要做的事情之后 这一些打造的人没有工作了 被解散了 对然后你知道我就一听到他这么说 我都觉得 天啊那是世界末日吧 好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太多这种状况 而且年纪都已经40岁超过以上 有的家庭 有的有小孩 等等 哦那个压力真的我觉得好难以想象 是的 我也是在莫名其妙开始这段旅程之后 开始写文章之后啊 结果意外的我的粉丝团有人看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然后也有一些读者陆续给我留言 而在这些留言里面 我就感受到您刚刚所说的这些现象 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原本只想要写60天的 甚至乎 其实我在接到老板通知要我离开的那一天 我就不想写了你知道吗 没有意义啦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读者的留言鼓励 那我觉得 我似乎应该继续写下去 因为或许 我的文章 可以让这些跟我面临到相同困难 跟挑战的读者 有个寄托 他们会觉得我不孤单 有个人正跟我面临一样的事情 这是我一直写到今天最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Vito除了说 把他60天的一些生活心情的起伏等等 记录下来分享之外呢 好像还有很重要就是自我觉察 跟你对于自己的人生生命 或是自我价值的一些去整理跟一些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问一下Vito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应该都是蛮是问题的 所以我想说今天就借我这样聊天方式 然后让Vito分享一下你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好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头衔我会是谁呢 OK 我昨天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想了蛮久 你自己书上有写好不好 我从你书上拿出来的 坦白说 就来讲很多东西 很多问题的答案 我都还在找 我必须诚实的说 我都在找这些答案 因为过去的人生没有机会去想这些问题 那我现在能够分享的 冲击案子是此时此刻我找到的答案 好吗 它可能不会是最后的答案 OK 好 目前来讲啊 如果没有头衔我会是谁 我的答案是 就是我自己啊 就是我自己 那个感觉我举个例子让你理解 那个我是扎实的 还是是空虚空泛的呢 它不扎实 它不空泛 它就是此时此刻的自己 那个感觉就像是 如果你站在家 如果你家里有一片那个大的那个落地窗的镜子啊 OK 穿衣服的那种镜子 你试着 你每天在那镜子前面 是不是都在穿好衣服才会照一下 出门前才会照 对不对 看一下今天的穿着打败合不合体 这样 可是啊 你试着做一件事 把那些衣服全部透光光 嗯 试着注视一下镜子前面裸体的自己 嗯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嗯 对 懂吗 对我来讲 拿掉头衔 就像是把身上穿的衣服 都能把光这样 是 通通把光 你会惊讶的发现 哇 原来我长这个德性 哦 你知道吗 因为你印象中的自己是停留在年轻的时候哦 哦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看自己 对吧 可是 当你长大了后 你已经习惯了 穿上厚厚的衣服了 那些衣服啊 又会 因为你的身份地位 对不对 男生要穿西装 你今天要穿得很漂亮 嗯 你不知不觉 你已经不敢去看原本的自己了 嗯 当你脱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我的身材怎么都垮了 嗯 我的身上怎么多了 那么多的皱纹 嗯 那么多的斑点 但是你不想去看 嗯 所以对我来讲啊 如果没有头衔的状况下 我看到的 在这一段觉察的过程中 我被迫 看了 看到了 赤柔了我的自己 嗯 是 对 所以我觉得 会惊吓吗 或者 有什么样的 心情 一开始 一开始会不能接受 会觉得很丑陋 会觉得 会觉得很糟糕 但是看久了 接受了 你会 你会很感恩 因为那真的就是 自己啊 嗯 嗯 是 好 不要有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大家聊聊 好 然后呢 一个是 问自己说 我是谁吗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就是 那新的定位是什么呢 有什么新的定位 OK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下 在我们过去读行销的过程中 有学到定位这件事情 那 因为呢 需要几个维度 你知道吗 它就像是秒准嘛 对不对 秒准标靶的一个过程 一个维度是不够的 OK 所以呢 我试着用三个维度来形容 我现在达到自己的新定位 OK 第一个维度呢 是在工作上的定位 OK 因为你的屏幕是新的定位嘛 对不对 对 我就不讲旧的 我在工作上发现自己新的一个定位 叫做写棒的作家 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作 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可以有幸成为一位作家 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段时间的这些努力 我真的做到了 我成为了一位幸运出书的作家 但是这个不是我最主要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还是会回到职场 成为一位职场上的工作者 我写杠会是我目前新发展出的一个技能 我会继续写作家下去 继续在我的粉丝团分享我每天的日记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定位 我是一位在工作上写杠的作家 第二个维度我要分享的是在生活上 在过去我们每天忙着工作 工作是对于男人来讲 几乎是生活里的全部了 我们每天早出晚归 甚至下了班都还在交际应酬 目的就是想要拥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我突然间回到家庭 重新拥抱我已经没有关心很久的 太太子女还有我的父母 所以我重新成为了一个家庭里的父亲 我过去做的不好 但是我有一个机会 老天给了一个机会 重新去担任这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第二个新的定位就是 家庭里的父亲 我想提一个问题 那你以前这么认真的工作 应酬什么的 其实他不就是也是要赚钱 然后养家吗 让你的家人可以过上一定品质的生活 是的 对啊 只是说好像你在那一个moment的时候 固定的收入被人家拿走 这个机会被拿走了 所以你可能在经济上变成有了一些危机 但是呢 在感情上面跟家人的关系上面 反而你就找到了另外一个 就是这是你可以去拥有 但以前一直常常没有去关心或舒服掉的 我这样形容吧 在过去认真工作的时候 我在经济上有比较多的余裕 对吧 家庭可以过得比较好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对 其实亲人们尤其是小朋友需要的是父亲的陪伴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啊 在我的书里我也常常回忆起小时候 我父亲我母亲 想跟我相处陪伴我 的那些岁月 那些都是无价之宝 我很遗憾的 过去的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做好 还是没有跟我有太多的回忆 是 所以我现在赶紧重新回头来储蓄 这一件很宝贵的一个资产 对就是说 以我们的一个人的一生 各个方位这样子来讲 经济收入是很重要 因为这样可以自己过好生活 家人也可以因此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 不需要担心 但是另外还有包括可能健康 或是你的家人的关系啊 等等这一些 其实这是一个 类似像一个圆 它的很多块可以画出来 对不对 每一块其实都很重要 但以前可能你就会觉得说 经济啊我自己的个人成就跟发展很重要 我都让你们过上好生活了 这是我应该就要努力的 但其他那些就疏忽了这样 没有错 我那时候有提到 有一本书有说过 人生啊有五颗球 这五颗球呢分别代表 比如说是工作 然后健康 爱情 关系等等的 那这每颗球啊 其实都很垂落 都是玻璃做的 你不小心把它掉到地上 它就睡了 再也拼凑回来 对 但是只有 只有少部分的球 你把它丢在地上 就可以弹回来的 就像是工作一样 然后你的工作就好了啊 对吧 是 嗯 没有错 好那 那再来的问题 就是你这一段时间 然后有没有想过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OK 坦白说我还在寻找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是 扮演好自己现在的角色 就成为我刚刚所分享的 我现在最大的价值 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位父亲 嗯 OK 那当我的这个 在我的写作过程 以及当这一次 我正式的出书了之后 我另外的一个价值是 一个可以透过自己的文字 鼓励别人的作家 嗯 这是目前为止 我发现两个自己真正的价值 嗯 而未来我能够产生什么 更大的价值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坚信只要我继续 扮演好现在的角色 这个价值会慢慢出现的 嗯 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的任务 哦 而当你找到那个任务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那一件事情的价值 嗯哼哼哼 好 那最后要问Vito的就是呢 你在书里面有提到 三道人生关卡 是哪三道这个关卡 然后你度过的怎么样 OK 呃 这篇文章其实很特别 其实我的日记每天都是 早上起来才开始想 今天要写的 很少目的性的要分享一些东西 嗯哼 这篇日记是一位一直关注我的 呃 读者大哥 他希望有一天他发了一篇很真知的留言 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文章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嗯 所以我才写下这一篇的 OK 那我提出来的这三道关卡分别是 走好路 走对路 跟走 想走的路 嗯 OK 那对于我来讲啊 我的人生一直在这三道关卡中重复的轮回 嗯 举例来说 当我们投入一个新工作 这个工作是你没有做过的 你就必须得先过第一道关卡 就是走好路 嗯 走好路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嘛 对 就像小孩比如说会走路一样 对吧 这是基本功 嗯 每次你换到一个新的领域 从事一个新的产业 或一个新的职务的时候 不要你没有任何经验 甚至你有经验 但是你还不够熟悉 你就是给把这件事做好 第一道关卡 嗯 就是走好路 OK 第二道关卡呢 就是哎 当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这个技能的时候了 哦 那你接着要做的叫走对路 走对路呢 举个比较偏经典的例子吧 我们有遇过很多 自己很棒 很聪明 很灵活的年轻人哦 可是呢 他们可能想要快速的成功 嗯 他们就投入到某个产业 嗯 举例来说像以前说的黑道啊 哦 帮派啊 诈骗啊 对吧 是的 那对我来说那就是 那就是一个走错路的过程 哦 所以我认为 当你已经走好路了 接下来第二道关卡 就是要走对路 嗯 走对路才能够让你的才能 有所发挥 进而能够得到更快速的成功 嗯 OK 那 第三道关卡呢 叫做走想走的路 嗯 这个也是我呃 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 在身边很多人 身上发现的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在工作上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耶 他们很幸运的 毕业之后就进到了一个产业 一份工作 一直一直工作的到现在 可是他们就是缺乏了 无形中 找不到自己工作的热情 跟愿解 嗯 他们每天都像行司走了一样 就是呃 重复上下班而已 因为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而那个梦想是什么 坦白说 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嗯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走想走的路 嗯 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一个 希望到达的目标跟方向 对吧 然后这条路不一定要走 但是如果你已经走 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就是得好好的思考一下 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 嗯 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可以勇敢的去做这样的尝试 不然人生很快就过了 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最后 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 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 应该勇敢一点 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嗯 那这是我提的走想走的路 嗯 那一句的是这三道关卡 它其实不是一个顺序 你知道吗 哦 它有时候会轮流的跑出来 嗯 不像是我 我原本在这个工作 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做好准备 走好路走对路 也走想走的路哦 是 可是没想到老板突然叫我离开 嗯 哇 那我现在又重新回到 重新回到选择的关系 重新选择对 是的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哇 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坦白说我也不知道 可是 呃 最近有很多工作找我谈 那每次谈的时候 我就会评估 你有没有能力去走好这条路 所以你看 我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嗯 是 但是如果我下定决心要接受这个机会 那我就得砍掉重念 重新去 从第一包关卡 重新学起 即便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所以这是我提出的建议 我认为人生有三道关卡 嗯 即便是走好路 走对路 以及走 自己想走的路 嗯 是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边哦 邀请到了 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的作者 Vito呢 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哦 这样的一个心情哦 和这样一个历程当中的一些呃体悟哦 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Vito的书 好 那或者是说呢 也可以加Vito的粉丝团好 在里面呢 就可以来直接 呃跟Vito做这个分享好 来看看他的一些文章 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呢 也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今天要谢谢Vito咯 谢谢梓琳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书